宏观经济财神到 今天是2014年8月29日 我们刚刚第29集 刚刚好 29集 你的声音是一样的 一样的,又开始病 高辉辛苦你了 声音都为我们做节目 小时小时 市场交给你说一下好吗 好啊,其实市场之前也提过 阻力不是在25000点 在25200至25600 恒指都叫了 慢车边,曾经上过25200多 之后就在上星期五到 我们刚刚在昨天上星期五到泰国那天 就刚刚到了 好像是收市才到 然后就在今天星期五开始下跌 都叫做是去到目标区域之后就开始下跌 之前也提过 这个应该将来会见到的情况 现在都做了出来 理论上来说 按着剧本或者波浪的发展 应该就去试24000这个位置 是的,那些位置 应该会有个很明显的支持 现在这样看 就应该如之前我们所看过 波浪理论的说法 是的 调整下来就应该有24000一 那么上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看的第一个支持位 对不对 没错 如无意外这个支持位之后 就会反弹 继续上回来 是不是 应该去到那些位置 我想都要挣扎一轮 才再上回来 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立刻升得上去 或者可能下去那段时间 都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可能不是说一下 就是6月24000一 可能今天就反弹了一点 正常 就可能在礼拜一二 再跌一点 又弹一点 跌一点 可能用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用四五天的时间 才跌到去24000一 或者24000点 就管看他有什么招数出 是的 我们就把他放定了 等他来的 是的 上又可以跌又可以 是的 这位置都值得买的 24000点到开始 都值得是应该分断买的 买些什么 做些什么 就大家各自去研究 是的 就是我们的中子体 就纯粹是想研究市 想找出那个方向 想找出那个道理出来 至于那个策略如何 我想大家都应该 有自己一套的方法去做 是的 如果按你的供求 那个理论看 昨天的跌市 是成交增加的 昨天是八百多亿的 是吧 是的 我们除了看成交金额 就是我们叫turnover 就是真的拿了多少钱成交 就是turnover 等于pricing equality p x q 是吧 就是那个四方形的位置 我们还要看 就是究竟volume 实际上是多少 number of shares 就是我们所谓的数量 昨天你看那个number of shares 其实都是相对是大了的 哦 通常都会这样 很自然的 通常会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特殊情形 就未必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会耍一耍的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 网站公布出来的 那个所谓的volume 就是那个所谓的number of shares 它可能是说 恒生指数成分股的 那个交投的数量 它未必是说 全部股票的交投数量 是 所以这两个数字 大家要搞清楚 嗯 有些人可能 他看了恒生指数 那个成分股的交投数量 嗯 但是他就对照了 昨天的八百多亿的成交量 成交了今晚的全部股票 是的 这个大家要分清楚 照昨天看 也是很正老 一个供应是增加 然后所以 那个成交金马和成交量都大了 就是很明显的 有人是沽货获利的行为 根据成交的 就是供求的理论来看 就是这样 今天的成交都有八百亿 这么小 今天都不小 是的 你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自己 你心水清的 你就算一算 你应该能猜到一下 那些人有多少东西在手的了 嗯 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你自己回去自己 你先明白了原理 你明白了原理 那你自己算一算 就应该可以慢慢摸索到 究竟那些人有多少东西在手的了 嗯 很确实 但是有时候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又不会很特意去说太多呢 就不是说自私不分享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因为有时候市场会找你笨的 嗯 你明白呢 大虎都很聪明的 我认识他也认识的 我认识他认识他认识的 是吧 就是说呢 有些高手呢 会做些东西去蒙骗你的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比较高深一些东西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你真的 对这个供求理论是有兴趣 或者有所领悟到的原理 那你不妨自己去玩一下 做一下这些东西 第一 你当然不要搞错了 你的供求的数量 和成交金页 不要拌乱了 来算吧 哈哈 第二 你一定要防一手 就是说 人家可以在很多地方 埋藏一些东西 令到他的行踪是不会洩露出来的 就是可以令到你会自己是误差了 那所以这个方法呢 对我来说 就只是一个辅助性 譬如说我看了高辉的波浪理论 是这样说的 那我又参详一下自己的供求的计法 那我计算一下 那几方面的对照 多几个的线索 好像我们那些神探捉册 多几个线索 那才找到一个可疑人物 才订到哪个真正空手 将个行字起底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智慧犯 不是普通人 很怕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那些人学了一个方法 接着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万能 或者他试了一次两次 觉得行啊 Marble行啊 这个成交金页 这个做法 算得好像可以啊 以后每次都用 就是我都是勉务大家 就是学多几个方法 学多几个方法 你多些几样东西去 就是交叉去来到去分析 这个准成比较会高一点 讲到这件事 有点想补充一点 就是刚刚Marble说过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认证同样东西 就是在技术分析 就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用的 但是呢 我又觉得有点问题 就是很奇怪 有些人很喜欢用 譬如我用RSI 我就再加多个Stochastic 是 然后再加到MACD 是 之后呢 就去认证 诶 发现两个出同一个信号 是buy的 是 那就买了 是 结果是不是买四万零呢 其实这件事是很搞笑的 这件事是不对的 死了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他们用这个RSI MACD 甚至到Stochastic 背后那个原理呢 背后那个计算的单位 都是用股价的变化 只不过是配不同的时间 Time Frame 和一些不同的运算 就是 其实呢 他们用那个分析方法 背后的Concept 基本上是类似的 所以我很多集都有讲 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 就不要说不求甚解去研究 譬如说 我经常说一条角色的定义是什么呢 尤其是如果我们用技术分析这些东西 简单来说 他们全部都是一个统计学上面 一样东西 例如moving average rsi 其实都是一个统计学上面的 一个tools 那你要分析一样东西 你要想一想 无论RSI也好 MACD MACD 美加叫macD MAC就读mac macD 因为我们也有美加的朋友 我们也要讲回大家明白的语言 那接着呢 譬如说 你说moving average也好 这几个其实都是讲价格变化 是随着时间 就是流去X轴就是时间 Y轴就是价格变化 那你也是在用同一统的data 只不过是在用不同方式的演绎 对了 没错 简单来说 你在鸡笼里面 揽来揽来的那只都是鸡 对了 对吧 那你很难找到真相 你整天照来照去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镜 照着同一样东西 对了 那你出来的效果 表面上好像是有些不同 但实际上 你仍然照着同一样东西 所以就会有这个偏差 对了 基本上你 譬如你RXS找到买入讯号 macD都一样买入讯号 一都一都一都找到 Gast到Cast都会找到 有时会出现背驰的原因 是因为一些special case出现了 或者是time plane setting 对了 是因为真的撞出来的东西 所以还没有那么准成 所以譬如你波浪理论 YS族都是在说价格 X族都是在说时间 都是用时间和价格 去计算一个周期 所以为什么我会配合 那个供求理论去看呢 因为供求理论本身 它是根据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或者我们所说的quantity 来到去计算的 它和时间基本上就没关系 嗯 供求计法可以说是有个缺点 它就是没有时间性的 即是它和时间基本上挂不住 除非你继续设计 Z access可以是时间 可以做一个立体的做法出来 那否则的话 如果大家都是two dimensional 基本上 这个就只是一个价格和数量的比较 因为大家在用不同的 我们叫做parameters 不同的参数去比较 那两种东西加起来 你就多了一个准成度 多了一个dimension出来 因为现在我们传统用那些 常用的技术分析 都是价格和时间 是 你要找一个价格和另外一些东西 来够互相才可以 有cross over 所以就是 我们理论背后的原因 没错 就是为什么要用波浪理论 就是它会和RSI MACD 它除了用价格的变化 之外 用价格的变化 幅度 以及市场气氛 的一个很大的参考性 去判断不同的阶段 市场不同的阶段 这就是很多的indicator 是没有的特征 据我了解波浪理论 它背后的精神 就是Fibonacci的黄金比例 这个当然是最主要的 这个比率的出现 就是因为 我记得是十五世纪 十四世纪 Fibonacci的人 他本来在码头 就帮人计算 他在码头做纪录 做纪录 做纪录 他就计算的 因为那时候 就是意大利的港口 阿拉伯的人 有来买卖 意大利人有来买卖 全个欧洲的 基本集散地 都在买卖 他日日在 每个来的度量行都不同 你知道罗某数目字 那些 寫到五百很长 他就寫得很烦 于是他就一定要想 一个方法 如何可以方便自己去 计算这个数 就方便些 结果他就学了 阿拉伯人的数目字 那个计算法 阿拉伯人的数目字 就是用十进制 其实在中东那边 就是现在说的 伊拉克 就是以前的巴比伦 那些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 二进制 十六进制 都有很厉害的 很发达的 那时候他们的数学 他就学了十进制 就发觉很方便 他是第一个意大利人 引入了阿拉伯的数目字 这个系统 进去意大利 而这个阿拉伯数目字 的计算方法 就后来成为了意大利的 正统数学书 我记得那本书 就是阿巴克 意思就是说 是计算学 那样的意思 就是拉丁文 Fibolacci 对数学 就很有兴趣 有一天就有个朋友 问你一个问题 我家里就有两只兔子 假设我两只兔子 每个星期生一只兔子 每一只兔子 不知道几个星期 会成熟 就可以再同体兔子 再生 究竟我可不可以计算 一年之后 我有多少兔子 半年之后 有多少兔子 能否计算出这个数目呢 他就用这个方法 慢慢发明 这个神奇数字 他一想 这个问题很有趣 他就开始用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说 像trees 他说 画画界界法律 发觉原来是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 就是他那个 0.518 0.382 他发觉这个规律 原来是世界很多自然的东西 都是根据这个规律的 例如是树的年轮 很多自然的东西 原来都是可以 给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 就投入了下去 近代就有一些很聪明的人 发觉到 原来那个大市的上上落落 原来计算上来 是有这样的比例 所以他背后是有这样的精神 大家有兴趣 不妨真是反扑归真 回去看看这本书 明白了他的理论 我想可能对于大市这方面的補足 会有些帮助 没错 今个星期的市就差不多 下个星期就是展望 就是看调整 去不去到那些位 如果去到那些位反弹的话 应该就跟回我们前面那方面 就继续看好 对不对 没错 有点很搞笑的 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报纸 我记得大概个多月 有一间大行 就唱恒指就很厉害了 唱到很高的数字 那我不说了 免得影响大家 唱到很高 总之今天同一间大行 又唱到很低 哦 经常发生的 这些事都 跟着很淡 突然之间就说 总之很多理由出来 有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很大感触 这些事是信号 反而是信号 是不是 看时间就知道了 那我们下一段回来 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新的经济的大小 那下一段回来再谈